Hello,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麻的凯歌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 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起手一个花 手里的牌还行 有顺子,有搭子,有对子 先补花 现在花有三个了 手里的牌搭子倒是齐的 三万,三六万,卡八万的搭子 那样的话两桶要做麻将队 摸一桶,打两桶 一桶摸进来就缺个搭子 下家炖的两口牌都是桶子 打的牌也是开在条子靠边的 摸到五桶我们先忍一手 感觉我上家也像在做牌 这把牌倒是前有狼后有虎 先把两万打掉 现在是一桑听 搭子也齐了 我上家打的是桶子和条子 下家打的是条子和腕子 四桶吃不进 摸卡六腕听牌 五花门清听卡六桶 上家的混一色倒是一伤听了 下家确实也是在做混一色 但是他的腕子还没有打完 这时候如果我上家听的话 下家应该会考虑一下了 上家听牌 混一色听的是卡四腕 我有一对 他自己有一张 那他这个四腕还有一个 虽然说他的牌只剩一张了 但是这个牌还是有压力的 因为那天上家的牌很好打 下家应该是摸了一张腕子 本来手里还有一张七万没打 如果他这个时候打桶子出来 应该就是放弃了 想了半天 他还是决定放弃了 打了一张八桶出来 我过去瞄了一眼 摸了一张四腕 那我上家也绝糊了 下家这个四腕摸得好 直接两家都没有希望了 这个时候对家也放弃了 听牌要打张分项 不敢动的 如果拼的话 二五桶到处放冲给他了 开的三四桶 目前只有我一个人糊了 一个人糊那就毫无压力了 随便摸摸 摸花 杠了一张蓝缝 只要下家和对家不摸六桶就行 上家摸六桶放冲 十四分 加苍蝇 二十一分 这门牌毫无悬念 听得是比较开心 只有我一个人糊 要不就黄掉了 看一下第二幅 开局一个花 牌也是比较散的 其实大部分棋手的都是这种牌 对子也有两对 花马只有一个 摸七条 先打分项 摸两万 打蓝风 上家打两桶 这个不犹豫 直接开杠 多一个花 多一份宝藏 摸三条 打四桶 现在排搭日 也是齐的 这把外边倒是没有人做大牌 上家打四条 直接吃 打八碗 现在是一桑听 摸三桶 继续打 没用的牌 就直接往外打 我还是缺一个花的 只有两个 摸六万 听牌 两个花 听六九条 下家打九条 糊不掉 花现在及格了 可以抓冲的 但是下家九条跑掉了 外面已经打出来四张 但是这个六九条 貌似大家都不要 应该还是蛮好的 六条字幕 四分 加仓意 十二分 气力 下方